大家好,我叫蔡盛 又来自马六甲州,裴峰中学 大同大学分成一校跟二校 二校是在大同公司的那一边 我们大学跟其他大学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里头有高中部 所以我们大学生要跟高中共用一个小区 学校不是很大,我们是整个台北市里面 交方便的位置,所以我们想去哪就去哪 我们宿舍就在隔一条大马路 大同的学生持有这张卡 大同公司的门市买东西有折扣 工业设计的范畴就是从一支口红到船 全部都包括工业设计的范畴 那它的宗旨是死无人类,然后发现问题 然后去解决,然后最后改变世界 像苹果这产品出现影响了全世界的人类的使用手机的模式 人、机械还有环境三个连在一起 就是要所谓的工业设计系 那我们公社人都在干嘛呢? 首先我们要想灵感,然后画出来 有时候四到五张或者是十到十张都不一定 我们再把我们的sketch拿去找老师讨论 然后如果老师不满意,你就被R R这个字呢就是repeat 备还或者推荐 在被R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开始 这动作会反反复复重复很多次 通过后才可以开始你的模型制作 我们大同公社的地理位置很佳 去哪里买东西都很方便 附近的展览也很多 公社人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晚餐 只有早餐,避免不了就是熬夜 工厂是我们第二个宿舍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花在这地方 这次我们常会在这边就是磨泡棉补图 然后再会在这边完工 我们有雷雕机提供给我们学生使用 这是最后的阶段 我们会在这边盆起完成 是有木工坊 我们会在这边做木工 然后还有一个叫摄影棚 提供给我们学生拍摄我们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叫数位制造空间 有3D印表机,机场最夯的课程 首先就是自己的伦理 那时候我们上这两课有一个project 它叫做你许愿我实现 它是搜集全台湾小孩的想法 然后把他们的想法画成sketch 然后再把这个sketch寄给我们 然后我们设计师就要为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然后就要把生出来一个产品送给他们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语言不同 在台湾啊,很多人都会说 哇靠 那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写 哇老 在台湾呢,他们都会说 你好厉害啊 我会说 你西北厉害哦 在台湾的中秋节 常常都是烤肉 但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就会欣赏月亮吃月饼 自从学了工业设计系之后 通过每一次的作业都让我成长很多 做一个作业 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 然后通过这个我就知道 要怎样去做事情 然后去应对 我还要解决能力 觉得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 培养了我 怎样去洞察事物 观察一些很细微 然后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还要去想一个解决方道 去把它解决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很大的影响 公社嘛 就是设计师 并不了就是一定要熬夜 你要有一个耐操的体质 我要抗压性很高 还有你要容易接受一切的打击 因为老师会阿尼 然后阿尼都是狠狠的阿尼 没有给你任何面子 所以你要能承受得了